关节疼 骨盖就够了吗 您还不知道关节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盐酸葡萄糖胺到底有多好 本期营养基础班为您解密 葡萄糖胺 我们这一讲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骨关节的话题 一提到骨关节的话题 都会想到是骨盖 那后来呢 随着学习深入了解了 大家说发现这个关节啊 还不单纯只是钙那么简单 它原来里面还有一些韧带 还有一些其他的软组织 蛋白质对于骨关节也很重要 维生素C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 那对骨关节也很重要 大家以往对于骨关节的这种理解 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部分 今天呢 我们在学习了这个骨关节的知识以后呢 那我希望大家更多的是能够对关节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一般提到骨关节 大家头脑里想到的主要都是膝关节 但是膝关节只是我们人体里诸多关节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关节 那我们在这里呢 那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示意图带着大家呢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通过这里面可以看到不仅除了外面包着这一层肉 以及关节里面的这两根骨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关节的里面还有一个内胆 在这个骨的这面上呢就是软骨 在这个肉的里面呢就是滑膜 关节是有内胆的 这个内胆是有什么作用呢 它是可以分泌一些关节的滑液 让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运动更加的灵活和顺滑 这就是一个关节的基本结构 现在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关节的示意图里面 有几个要素组成 有没有骨 有 有没有软骨 有 有没有滑膜 有 有没有润滑液 也有 今天40岁以上的人群 有关节急患的占了50% 75岁以上的人 关节的急患的发病率更是高达了80% 随着人的寿命的越来越长寿 预计到了75岁以后 应该说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会出现关节的问题 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都有哪些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关节 会给我们的关节带来问题的有哪些疾病急患 我在这儿也选了一些常见的急患 一些特征性的关节的表现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个是关节的置患术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脑子里想的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将来发生了关节的这种骨质增生 也就是说长了关节的骨刺 当骨刺特别多了以后 很痛苦 可能大家脑子里会有一个什么想法 就说没事 我可以手术 这个骨刺长到太多了 那我就做一个手术 把这个关节打开 然后我最好能有一个什么小勺小铲 然后把这个关节里的骨刺 给它cache cache 就是说铲一铲 把它铲掉了 不就可以了吗 其实没有这种手术 要想解决这种严重的骨质增生 骨刺的问题 那只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关节置患 那就是说要把这个小腿的上段锯掉 然后装上一个人造的这种关节面 再把上面的骨也磨掉一块 装上一个人造的关节面 那外面这钉上的就是一个人造的韧带 那么实际上下面的这个材质的托 它其实就是一个人造的半月板 起到一个承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这不就形成了一个人造的关节吗 这就是发生了严重的骨质增生的人 半月板早就磨没了 就是下面这张图的这种情况 而且这个半月板磨掉的这个面上 已经出现了这种骨质的增生 包括这个骨的边缘都有骨质的增生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膝关节的骨质增生 做了关节置患手术 实际上人造的关节它也是有寿命的 那么这个寿命大约就是15年左右 如果说我50岁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痛苦了 我就想做了这个膝关节的置患 其实还是要慎重 因为你15年以后 这个人才65岁 你如果65岁的时候 把这个置患的关节的寿命 使用完了又磨坏了 那我想再换一套是换不了的 因为整个的这个骨头啊 它都已经疏松了 它就不能再进行第二次的置患了 因此人工关节的置患呢 不能太早做 另外还有一个画面 叫母外翻 就是我们大脚趾的这个关节 然后它织出来了 它甚至有的人呢 会织的这个鞋也已经变形了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种母外翻呢 我告诉大家 是爱穿高跟鞋的人 容易发生母外翻 因为呢 他长期穿高跟鞋 这个脚呢 长期有一种向下的这种冲力 这种压力 最终呢 就使这个母指的这个关节 发生了外翻 是不是只有老年人 才会发生关节的问题呢 我告诉大家不是的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爱美的女士 以及爱运动的男士 他们都往往也会伴有关节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呢 我要跟大家多提一句的是 关节最怕的是什么 关节最怕的是冷热不均 那冷热不均 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今天呢 有很多人说 说要风度不要温度 很冷的天 他可能也穿一个很薄的丝袜 在冬天 我可能从屋里 很温暖的环境 瞬间到了外面 零下多少度的这种环境 这种剧烈的温差 它对关节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那此外还有一个生活当中啊 因为温差而导致关节损伤的 就是电热毯 是因为这个电热毯 它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关节 冷热受热不均 它的底下热过上边 要特别关注这些生活当中 和我们关节急患 密切相关的因素 接下来呢 我们再带着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我们人体里的这些大的关节 上肢三个 肩 肘 腕 下肢三个 肩 膝 踩 脊柱上活动的比较灵活的 还有颈椎和腰椎 大家可能说 这颈椎和腰椎上 还有很多关节吗 如果您对这一点呢 不太清楚 大家呢可以回家 买一条排骨 自己炖一炖 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呢 不要吃得太快 慢慢地去啃 在这个啃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脊柱上的 它的这些个关节 其实我告诉大家 脊柱上的关节啊 是非常复杂的 而脊柱的关节呢 也是维持了我们整个机体 运动灵活的一个关键的要素 说到这个关节保持它的灵活 那我想问大家 说我们对这个关节 都做了哪些保养 就如同说我们买一辆汽车 4S店会嘱咐你 说你这车5000公里要保养 1万公里要保养 可能3万公里还要保养 每次保养 可能还都要有零件的更换 润滑油的更换 对于这个有价值的 有零件可换的这个车 那可能我们还都去 注意给它保养 对于我们这种无价的健康 和我们这种 没有可更换零件的关节 那我想问大家 我们到底都为它做了什么 我们有没有及时的 想给它 给我们机体里的这些关节 去做一个保养 我们对于关节保养的理念是什么 就是科学三部 全力以护 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讲到 我们的关节里面有三大主要的组织 一软骨 二骨 三韧带 那么我们就是需要从这三个主要方面 来去对它进行加固 呵护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一个好的关节和一个坏的关节 它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好的关节里面的软骨 非常的光亮 像这种珠背一样的光亮 而且呢 骨质呢 也没有增生 韧带也非常的完好 而这个坏的关节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软骨已经被磨损 半月板的纤维环也有了破裂 同时在这个骨的边缘 都发生了骨刺 这些骨刺也是引发我们关节炎的 里面积液增加的主要原因 如果仔细看呢 它可能也会伴有骨质的疏松 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磨损的关节 它产生的这种强烈的对比 我相信呢 大家都会产生一种重要的 关节保养的意识 我要去保养 我怎么去保养它 首先就是葡萄糖胺 葡萄糖胺是合成这个软骨里面 一个重要的原材料 而如果一个人体内的葡萄糖胺充足的话 那么它的关节就是好的 它的软骨也是好的 而葡萄糖胺在人体的这种变化呢 它有一个趋势 30岁以后急剧的减少 减少到什么程度呢 45岁的时候 一般人体内的葡萄糖胺的含量 相当于18岁的时候的18% 既然我们过了30岁以后 自己的机体不能再合成足够的葡萄糖胺了 怎么样能够通过外界的食物来吃进来一些 那我告诉大家 在外界的环境当中呢 哪里含有葡萄糖胺是丰富的 就是虾壳和蟹壳 因为这个虾蟹倒是能吃 但是这个壳呢 都是被扔掉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也要普及一个生活的常识 我们说 为什么小鱼小虾会更有营养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个大鱼大虾也不是没有营养 只是说吃它的时候 这个含钙的刺 含葡萄糖胺的这个壳都被扔掉了 而吃小鱼小虾呢 这个壳和刺都不会被扔掉 所以这些营养素呢 它就会进入到我们体内 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 说要想通过食物补充葡萄糖胺 这个呢 应该说量是很少的 我又需要补 我又补不足 那我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说 你需要通过外源性的途径 来去进行葡萄糖胺的补充 如果说我进行外源性的 葡萄糖胺的补充 对我的机体会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在这里呢 要告诉大家 就是记住这八个字 针对成因 直肌多症 那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针对成因的 那我们来看 葡萄糖胺呢 它在这里面就有三个作用 第一就是要让你的软骨修复 要生成新的软骨 那第二呢 就是让你的体内 这个关节里面的滑液 再分泌的多一些 如果多了滑液以后 那这个关节不就不会那么的干涩 而且它可以减少软骨的磨损了吗 就是要给你的关节里面 添加一些润滑油 第三 它还可以减少您 关节炎症的反应 不要让它那么肿 不要让它那么疼 而直击的是拿起症 就是修复软骨 催生滑液 减少炎症 所以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主要的知识点 除了葡萄糖胺这个成分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优势 第一就是我们提供的葡萄糖胺的量 第二是这个葡萄糖胺是哪种葡萄糖胺 以及你还增加了哪些负方的其他的成分 我们接下来呢 跟着大家一起一个一个的看一下 第一 我们提供的葡萄糖胺呢 是盐酸的葡萄糖胺 我估计在座可能有很多的朋友 根本就不了解葡萄糖胺 因为葡萄糖胺呢 它分成盐酸盐和硫酸盐 这个盐酸盐和硫酸盐的区别 你要知道它里面的纯度 以及它的生物活性 盐酸葡萄糖胺都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那第二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葡萄糖胺的一天的用量 总共是1500毫克 那这个量 大家看 我们做了使用者前后的对比 在使用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膝关节 那这个上面呢 是骨骨 那这个下面呢 是颈骨 这个前面呢 是病骨 在这个红圈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都是乌秃秃的一片 关节的炎症啊 已经影响到整个的这个S光的呈现了 而这边的使用葡萄糖胺以后的 它的关节的炎性因子减少 于是它整个的关节结构呢 也就会变得更加的清晰 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每天1500毫克 葡萄糖胺的这个补充 可以使膝关节的这种炎症的表现 发生明显的改善 再有一个 那我们说关节有炎症的人呢 其实它难免还会有疼痛 我们在这里呢 也复合了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成分 就是乳香 这个乳香的作用啊 就是它可以输精活络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加入这个乳香以后呢 就是为了能够疏通它的经络 缓解它关节的这种炎症和疼痛 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呢 也会经常的接触到乳香 在一些按摩的精油里面 它都可以起到输精活络的作用 我们还在这个里面呢 添加了一个重要的 一个辅助成分 就是菠萝酵素 菠萝酵素是什么 其实呢 就是我们大家吃菠萝的时候 吃多了 可能您会感觉 有一种嘴麻麻的这种感觉 这就是由菠萝酵素引起来的 在低温下 我们提取了这个菠萝酵素 就可以保持生物的活性 来去减轻我们关节的 这种炎性的反应 另外 我们在这个产品里面呢 还添加了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 和珍月樱桃的提取物 因为我们一方面 可以利用它来减少关节的炎症 同时 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 和天然的维生素C 还可以促进我们机体 对钙质的吸收 从而更好的保护 我们关节的这种完整 当一个关节发生了 明显的炎症的时候 其实啊 它这个关节里面 是有很多的氧化的这种反应的 这种氧化型的这种攻击 对我们的这个关节来说 它也是一种损伤 所以我们要用柑橘类的生物类黄酮 和这种真叶樱桃的提取物 来去抵抗这种关节的炎症反应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关节里的几大主要的要素都包括什么 骨 韧带 然后还有关节软骨 以及滑膜 滑液 如果现在我想要加强我的骨质 我需要通过补钙来加强我的骨质 如果现在我需要加强我的韧带 那么我需要补充蛋白和微生素C 因为蛋白和微生素C 是可以促进我们机体胶原蛋白的合成的 那如果我需要解决软骨 滑膜和滑液的问题 那我们需要呢 就补充葡萄糖胺 因为葡萄糖胺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软骨 催生我们的滑液 来润滑我们的整个关节腔 那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葡萄糖胺 和骨关节的健康的知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